《雍正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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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自雍正元年后未曾使后妃怀过孕 因为经这两件事就足可证明 她的身体已经恢复正常 这种身体状况一直持续到雍正十三年八月二十日 综合上述两种情况看 雍正自雍正八年八月至雍正十三年八月二十一日之间 琐事之丹属于有益无害一类 没有任何使调说明 雍正平易琐事之丹药 因含有毒素而使身体衰弱 甚至多病 如果说雍正之死属于豹王 那么这也有两点情况要值得注意 其一 雍正于八月二十一日患病 甚至还能正常工作 但至八月二十二日晚 便病危 至夜十一时以后 二十三日子时便亡固 时经如此短促 阴水豹王 其二 这种豹王不可能是中风一类的病 关于中风 词典上是这样定义的 病 多由脑血管涮塞或发生血栓 脑溢血等引起 初起时节突然头痛眩晕 短时间内失去知觉 得病后身子偏瘫或结瘫 严重时及时死亡 也叫猝猪 没有任何史料可以证明 雍正死前曾有过突然头痛眩晕 短时间内失去知觉之类的症状 因而说雍正是患中风而死 只是一种猜错